斯洛登的父親朗尼和他的代表律師 在華盛頓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 證實已拿到俄羅斯入境簽證 回到當地探望兒子 但沒有透露何時出發 避免傳媒追訪 朗尼希望兒子可以回到美國 但前提是美國的司法系統要值得信任 他坦然不相信斯洛登可以得到公平審訊 我們是美國的司法系統要改善 在此時 當你考慮許多的說法 由於我們的領導者 領導者是完全無責任的 和我們的司法系統 朗尼又透露到達俄羅斯後 會與斯洛登討論 如何應對華府對他的間諜指控 而對於總統奧巴馬批評斯洛登不是愛國者 朗尼反駁說 斯洛登因為講真話而作出的犧牲 比奧巴馬等人更大 另外 德國名鏡周刊引述斯洛登提供的機密文件 指美國國家安全局有監控分級制度 最高級別監視對象 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等 德國、法國、日本就排在中級 歐盟也榜上有名 尤其對歐盟外交政策、國際貿易 以及經濟穩定等情報特別感興趣 香港歡頻電視機就在金營報導 報道 以上 既然的 描行 icamente 被 acquainted 色